歡迎各位網友來看我們廣傳媒 這個新節目《何不開顏》 這個節目就是何林茂主持 今天的拍檔就是嘉賓顏順歐 顏順歐是認輸很久的朋友 由香港到加拿大 今次武漢肺炎由大陸一路曲伸 不單止去到國際 也去到香港 今集我們就談談香港應對方式 林鄭月娥政府受到很大的壓力 還是堅持不全面封關 顏順歐你又來自香港 林鄭月娥說封關 封完之後 香港人都封了不讓她進來嗎 好像說得像是而非的東西出來 是啊 我覺得她這個人是很大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香港人的選舉委員會 會選出這樣的一個人出來做特色 很奇葩啊 哈哈 簡直是 完全是沒有能力去管治香港的 你看她又反送中運動一直下來 有哪一件事做得正好 沒有一件事做正好 她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賭自己買 賭中共的買 害死香港人 害死香港人 即是沒有一件事她做出來 起碼是對自己有利的嘛 做事 是啊 聰明一點的人 你起碼做一些事對自己有利 完全沒有的 那你說死吧 香港人中了一個這樣的特首 你死不死啊 這個 人家說封關 就不是說香港三顆星三粉症 香港出生的人不可以回來 完全沒有這回事的 沒有人這樣說過 只是說你來自大陸那些人 我們現在說你不能進來了 我們現在入境的政策就有改了 即是那些人不能進來 不是說香港人 凡是來自外邊的香港人 這是混淆視聽 我覺得她故意偷換概念 令到香港人覺得封關 好像封到如果我出了油貨回來 沒有這回事 她是故意轉移事情的 是 即是你香港人 怎麼可能不讓香港人回來 你香港人回來 香港人自己 這個公民意識比較窮些 是啊 那你每個人 我自動 我以為我有一些症狀 我不是在家 即是十四日那個 隔離 那我沒事 我就出來 那那些沒有事的 那些自己感攻沒有事的 他要出來 那其中其實 中招的那百萬比度 不會太高 嗯 沒錯 那你最驚訝是什麼呢 最驚訝是大陸那些人 他聽到 他未 就算你在香港未宣佈說 我們不收費的 如果這個消息 我現在在大陸 我是一個有錢人 我看到 武漢出事了 我最先第一件事 可以做什麼 我買一張機票 就來香港住在酒店 那萬一 沒有事 那當然最好 讓大陸那個 疫症過了 我就回去 嗯 那如果有事 大陸香港有幾好的條件 給你 你會住勇我都可以 你會住 有錢人住哪裏都可以 有錢人都可以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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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錢的人 你就這樣想 有些人不太有錢 但是非常有錢 是 他會不會這樣 他應該這樣想 你有沒有看到一張照片 是大陸的人走來 在天橋底下 中棚 在這裡過夜 他們說 有些網民就說 不是啊 他們不是大陸人 那些是非傭 或者是太傭 英勇姐姐 有什麼可能 非傭有什麼可能 非傭有什麼可能 會撿帳篷 為什麼要撿帳篷 他們第二天 他們會不會放年假呢 當然不會 非傭 放年假放幾天 放幾天 要用自己主人家去過夜 有什麼可能 會需要住在那個帳篷 而且帳篷不僅僅大部火 大部火的站 在北角也有 而且現在是冬天 現在是冬天 冬天 很難頂的 睡中棚 你以為很舒服 是啊 所以 一定不是非傭 一定不是香港人 因為你自己的家 挺舒服的 對 為什麼要住在街上 為什麼要住在街上 睡中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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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的 可能那些男士 告訴你 不是大陸人 是非傭 找非傭來過錢 對 第一 有一些有錢的人 他來到就住在酒店 是的 有一些沒有那麼有錢的人 他以為說 那個疫症 一會兒就離開 是 那他又來 那他還要住 自己人 如果出事 有香港政府來醫治他 那他繼續有好處 又不用錢 是的 對 香港無論如何 水平一定高 有保證 有保證 第二 那個衛生環境也好 那 香港的醫護人員 又會很盡心照顧人 那 對他來說 有百利無一害 是 是 那 你還看過海關被人自害 進來 那你想香港怎麼死 我真是 真是怎麼想不到 這個林鄭是這樣的 現在那個特區政府的決策呢 說來說 這個疫症又暴露了他們那個 決策思維 還有他們那個施政的服務對象 好像 就是倒轉了 即不是服務香港市場 而是服務內地 服務內地 不是服務內地的權力中心 而是服務內地的民眾 是啊 那本來是平日 沒有什麼所謂的 如果不是有疫症 大家行有餘力 嗯 那如果他們 他們下來是按照香港的條例做 是 但是這次很明顯 就在那個過關那裡 在封這個西九和機場的 武漢 或者是湖北的城下方便 是生生來遲 也是在群眾壓力之下 還有可以問過中央 那就是糟了 現在就說不願意封關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都說 不願意全面封關 林鄭就說 封關 連在外邊的香港人都封關 這些假藝命題都出來了 她根本是中央人的要求 扭曲了 扭曲了 然後就會欺騙大多數的香港市民 是 因為她這樣說 那些人 親友回到大陸的人 就會很反對 是吧 其實從頭到尾沒有人說過 要禁止香港人回來的 你都按不到的 因為那個《基本法》寫了 香港人 凡是在香港出生的 是永久居民 是有永久的權利 自由出入香港的 是沒有前置條件的 是的 直到昨天 這個林鄭帶著官出來 見記者 那個陳凡跟我說 她說 現在每天已經減少到 大陸人剩下二千個 她好像二千個進來 已經是很理想的問題 很理想的事 大陸啊 有一個都不行了 現在出事 你計算下去 二千個如果百分之一 有二十個 二十個是 再確散出去的 二十個都是病毒的人 是的 最少是安全 要盜絕 在這個時間 要靈才令民眾安心 而且你才容易控制疫情 還有大陸下來的人 你是很難追蹤她的 追蹤到的 追蹤不到她 有些人馬上轉去別處 轉去別處 是的 還有有些人 她是住在親親的家 你怎麼追 有些人住在酒店 有些人用她虛報 嗯 虛報 虛報 她說了局部事實真相 衛州到香港 我是衛州人 是的 其實她不是衛州人 她是從武漢下來的 經過甚麼坐的士 跨州過省 去到廣東 廣東衛州 再坐車下來 那你昨天不是有一間 兩個老人家 全部中招住酒店 四季酒店 是的 那些是最有錢的 那最有錢是 被其他兩間酒店拒絕了 是的 那你住那些高級的酒店 那些酒店裡面的住客 都是非虎即貴 你馬上去死 怕了你才馬上去貴 這個官員 只顧北望神州 已經在去年 2019年的《反送中文論》 都看到了 他整個逃犯條例修訂的目標 都是要服務中央的政治需要 到今天在疫情爆發 波及香港的時候 他仍然是這樣的心態 以上面大陸的服務為優先 對香港人的生命也好 或者其他 我們住在海外的香港人 都覺得很失望 跟沙士的時候 都是罵官 罵到容永強 罵到陳馮虎珍都很厲害 都沒有離譜 對 都不用這樣 這個就牽涉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 誰給林鄭做的 誰給他做這個官的 就是習近平 那就是了 他是對那個給他做這個官的 坐這個位的人負責 他就是向這個一人的一票負責 對 那就是全中國只有一個一人一票 如果你說香港如果是民主選舉的 行政總軍是一人一票出來的 至少都要向香港選民負責 那你不對我們負責 我就趕你走 那就是說 香港一天不搞這個全面普選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一天都不會有一個真正的服務 香港人是沒有得自主的 是的 自主也是假的 都說後面有一個人是操盤的 行政長官也是做傀儡的 是的 特區也是假的 現在看到反送中 又到這個疫症 看到普選的需要 那現在疫症就殺到你了 你又不肯全面封關 香港人就面對半冒煙雞農 或者四分三冒煙雞農 總之如果疫症 如果香港爆分 就由香港人行運 是 是運氣 運氣 但是爆發的時候 如果爆分 那你又沒有辦法 香港人這麼蠟雜 又出現另一次淘汰花園 要立即遷離 要立即洗太平地 要整塊樓 要切出隔離 就送去麥利河夫人度假村 那時候我們看到 淘汰花園搬的時候 那時候特首 董建華、董太太 洗手 洗手 穿到整個太空人 是的 是的 董太太也會出來 當時 是的 今天我們的官員 每個人都躲起來 去武漢說 考察幾天 回來後 有很多事情都沒有問 是的 即是走過場而已 他可能我不敢說 因為不敢問 以來 這些跟治理疫情源頭 沒有 還有確診的方式 都要說給其他人知道 沒有 一問是不知的 是 現在香港人 已經流行自力救濟了 政府不呼籲民眾戴口罩 我們自己自動戴 是的 有理沒有 但我們不是防人 我們至少都自救 另外 醫護人員也好 海關 那些紀錄部隊都開始醞釀 就說 如果你再不封關 他們以來走在最前線 是的 他們每天對著數以千計萬計的人 所公其中 是的 而且那些人是 不會跟你講道理 擁在你身邊 如果你不做慢一點 可能套你口水也可以 是的 那些人就是 要迫政府在封關方面 要做些事情 那你怎麼看 香港人的自力救濟 會令到特區 有些什麼 可能會 政策上會改一改呢 他現在 這個林鄭呢 就是你一定要 要做些事情出來 施加的壓力 就是令到他覺得 他不接受不行的 嗯 比如說你醫護人員 現在想用 用階段罷工 是的 用階段罷工下去 好像一百個護士是請假的 是的 已經請假了 那這些 這些就是一種 一種 姿態來的 擴義的手段 是的 好啊 你可以不做 那我們也不做 我們也不做 我們不做 你來做 嗯 你找陳少子下來幫忙 對 陳少子是護士 是的 你下來做 我們就請假 我們就打工 你想怎樣做 你就去做 嗯 如果這樣做下去 我想林鄭 不可以 海關 如果他都動了 他都沒辦法 不做 因為海關是首帥前 現在海關集體掌握 大陸掌握 你不夠 有時候 你開不了關 這次還好笑 就是藍黃田結 哦 是啊 分明也是 藍黃田結 是啊 你已經要罷工 你不是藍黃田結 都要 都是藍黃田結 最重要 香港人也看得清 那些這樣的 肺炎 武漢肺炎 或者叫做新型冠狀病毒 他不會認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一種招 你什麼人都種招 你藍絲 你藍絲 如果你是一個醫生 藍絲的醫生 是 或者是藍絲的護士 那你現在 男性這樣做的話 難道你會覺得太好開心 或者威脅了你的安危 你自己安全有問題 是啊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政府撐得起的 你如果覺得 中共應該繼續撐下去的 那你就不去前線 你會支持他 立法會的議員 陳健波 他就等收成期的陳健波 他就是一家人 我們和大陸 是 是 他是一家人 他是沒有說錯 是一家人的 但是說了後面 喂 現在有病 是啊 一家人有病 一家人也要隔離 不是啊 一家人有病 你也不會在家裡 對著他 戴口罩也好 或者是進醫院 隔離 喂 始終有一些程序要做 不是因為一家人 你以為一家人 即是熟悉的話 你就會隔離 所以這個邏輯也是很大的 很大的問題 貿務經驗 是偽命題來的 是啊 喂 那武漢人不是一家人嗎 如果有事他也要隔離 是啊 要封城 封城就是一種集體隔離 不過世界史上罕見 第一次 以千萬人口計的城市來封 沒有一個國家試過 中國現在做 但是他當作成就 他當然了 因為他不敢做 整個中國就倒閉了 他這樣有犧牲小我 就是以集體主義的心態來說 集體就是優先的 但是在香港林鄭來說 香港人 當作一個 就是中國南方的一個島城 小小的島 你要保住這個島才可以的 這個島如果倒閉了 像澳門的島場說有事的話 沒有人去澳門 旅遊業、島業 澳門經濟的一百萬人都不到的 然後就無以為計 香港也是靠金融 如果你不把香港的防疫 做到最盡可能的力量 做到最好的話 其實你也是 都是害死習近平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不讓大陸人入香港 有什麼懷處 我就想了一個懷處 那些貪官也不能進來 貪官也會生病的 你封了他們就不能進來 那他可以口迂回的 走到外國才出來的 香港人七百萬人都沒有 為了大陸的貪官 我們來保護你 或者高幹的 家人未必貪官 那這個就是 又是為權力事上 有權勢的人 就是以他們的服務 那個需要 是看得很重要 那這個就是 沒有了香港 其實是圖反修例的一個 就是同裔翻版 沒有了本地的關懷 沒有了香港人的那種憂慮 憂慮 大陸沒有司法道 你送回去就死了 那現在你不截著他們 那香港人七百五十萬人 就抱著死了 那你讓大陸的人下來 那其實第一 你沒有什麼軸素的 其實林鄭自己也中招 你有什麼軸素 香港人任何軸素都沒有 而且我們要付出很多 你來到香港 香港人要免費醫治他 搞不定 就是現在大陸下來的時候 那些疑似帶菌 或者甚至引起重招確診 他們的數量 可以在香港計算很多倍 你不就整淡了香港 你不就整淡了香港 那些疑似帶菌 對香港人任何好處都沒有 但是都要作出這樣的決定 那你都要讓他進來 而且很多懷疑 你都要讓他進來 我設有辦法幫他想 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剛才想到貪官 想到高幹 想到有權勢的 其實真的是貪官 其實那些高幹 他不用下來了 他不用下來了香港 那些大陸有專門高幹的醫院 哦 那些是與世隔絕 平民不可能會 還有那些住的地方 就不是那些集體的公寓 那些是獨門獨宴的 即是為世獨立的地方 他們根本不經被人傳染 出入有自己的車輛 那為甚麼事呢 買菜 那些是供應去買菜 那我現在想到另一個理由 要跟你作對 要跟你鬥氣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要做任何事情 他要民國就分別 民國最高 民國中央的 好像局部那樣 高鐵不讓他來 就是 這裡是民國中央的 那你就是 那如果他現在去民國中央 就等於說 我香港要對大陸封關 那這種事就 即是有很大的一個 好像是中香港和大陸 切割開的那個傾傭在那裡 那這個對一國兩制的那個 意識形態是有少少 甚麼的嘛 有少少 即是沒有習近平都接受不到 是的 那他就不敢這樣 因為有2000人 我起碼還精神給那些2000人進來 那我都沒有對你封關 其實陳凡說2000人 我也相信 對 真的 因為他現在封關 在網上我們看到的統計 是的 他只是封了百分之十都沒有 是的 計算是7.6 那些深圳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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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先不 初四初五開始 哇 都涌到山 根本就是擠爆 是的 根本那些人有恐慌性的出途 所以這次 英國人真的要 如果真的沒有事 真的不知道多幸運 我們也希望香港能夠大步濫過 也希望武漢或者中國這次世界的疫情能夠及早防治 即使在開發疫苗也希望能夠盡快進入梁山 中林山現在說好像兩個星期之內就會見到 那就是元宵節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間又這麼樂觀 我覺得他會不會是中央維穩的話的需要 究竟是你專家去幫政府背書 還是你政府要幫政府背書 現在也搞不清楚 你正常的應該是政府幫政府背書 現在才知道形勢發展 即是病毒的毒性的營養 沒有理由專家為政府服務 專家是為他的專業服務 是的 你第一專家才判斷 你習近平可否判斷 你判斷不了 沒錯 那你習近平應該是專家 有什麼研究研究 你應該靠專家 你政府就全力去支持專家 拿專家的意見 原來作為一個決策手 是的 如果你回頭 喂 政府希望你15天搞定 不行的 那你專家就去找 你專家找證據來證明我這個說法是對的 那就死得人多了 這個就是以前我說的政治掛稅 或者是政治任務的需要出發 就不是從這次李克強領導的疫情 小組 沒有一個傳染病專家 沒有一個真正的傳染病專家 衛生部沒有一個專家入組 就像鍾南山這些專家級的人 沒有一個入組 全部都是政治官僚作主 那又是黃滬寧這些文宣的 他又出來控制言論的問題 疫情小組又變相高級的維穩小組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根本就是於是無補的 你不信專家和議論 他現在有一點擔心 如果繼續發展下去 那些網民說話就會越來越難聽 那些謠言可能會越來越多 或者是一些民間的這些 或者是很刺耳的分析 是 民間的那種效益宣傳 是 那這些事情呢 他就會控制 如果不控制 可能會搞得 搞得慶應合合 民間這裏又出事 那裏又出事 那裏又出事 那裏又報問 那裏又報問 你是走錯了第一步 最初你不是將它透明化 是 你不是靠民眾那個智慧去採取的適當行動 你不將那個應該有的資訊及時公佈 那到最後你就吃不了得著走 現在呢 你就是吃回你自己的苦果 是 這個疫情本身呢 就是不會因為你是有什麼政治任務 他就會因著來的 是 那這個情況之下 到現在就是你只能夠善口 應該最早的階段 有好的決策就是防疫 現在就不能夠抗 但是抗不行 那現在 鍾林山 如果 鍾林山之前是很悲觀的 是 是 他覺得 他說完之後 他說 他說這次 幾乎 暗示搞不定 對 暗示搞不定 那就縮回去 就很久 就是訪問 有些人又覺得他是不是定了 是 其實他現在出來突然間 好像很陸觀 但是跟管逸說就相對 相反了 是啊 你講到這麼陸觀 那究竟這個陸觀是真還是假呢 我真的有一個傳言 我反而相信香港大學的管逸教授 是的 我覺得他有打伊波拉 有打傳播 很多次傳播的 國際傳播的一種經驗 是的 他看到武漢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他的觀察和他的專業專業 始終他是香港人 他說話 他沒有那個政治包袱 沒錯 他沒有政治任務 也沒有維穩的需要 是的 而且他要維護他的專業地位 第二 他也看到這些事件 對於民眾的生命 是殺傷你 說句話 說句話 給錯了訊息 民眾會得到錯誤的行動 可能會死亡很多人 是的 那你在大陸的學者 這個事情 他們要為人 就是 政府這樣說 你聽不聽 不聽 你有效果 即是他不做假已經很好 不做假就是 只能夠以外國 就按官方說話 我北京的關於 叫總元 蔣彥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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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作招 是 你有些獨立性的 你根據自己的 嘗試沙士的 那位醫生 根據自己的專業會做出判斷來的 你不跟政府的說法會走的 沒錯 你也有效果 所以中國用治安的方法去處理疫情 又不用傳染病學 或者是一個疫症的方法去專業 醫療方法去做 是不可能有效打贏的 現在他說14天 14天很容易到的 大家都看得到的 沒錯 就是看14天 兩個星期就可以見分曉 那如果 有人說 為什麼習近平 最初又不做中央領導 黃耀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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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歲搞定 這件事可能對他是一個偉大領袖的功魂 他又想為自己加分 他馬上要直接去領導 但如果半個月之後沒有呢 他找你繼續做下去 他這些那麼粗暴的決策 是完全不科學的 他經常都說要科學對付這個疫情 他不明白這件事 剛剛被地方政府 給中國人看到中央現在很混亂 人家對你更加沒有信心 你不要說封城這個決策 你失焦無神 就說封城 武漢人都還沒有消化得完 你說要封了 人家一看到中央這個防疫領導少了 一旦左掌是李克強 一旦又是習近平出來 那究竟是誰左掌呢 變成你這個權威性已經下降 還有政令的威嚴已經下降了 所以現在在香港來說 林鄭也不聽民意 也不理會專家 你現在連一個 好像袁國勇都說 贊成要封城 要封港的 很多人 很多專家都說要封城的 這個 中大高校長 他要封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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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這個林鄭 我想她真的是香港的千古罪人 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 你很難形容她 有多邪屋 你反送中的時候 你看她縱容那些警察出來 打香港的學生制 沒有人性 你個個看到 那些東西是不能假的 你林鄭也看到的 你一天都說她可能太過局限 個別的人那些 你說控制不了 那就不能說 但是你是這樣 那麼普遍的 這樣行兇的那種暴力 然後又亂捉人 亂捉人 亂捉人會制中 然後又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被自失 跳海 或者是被跳海 還有一個人提出來 她說 為什麼瘟疫一來到 好像沒有什麼人自失 我那一集就說 做事的人都中了瘟疫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如果做出來 一定要查到徹底 徹底 將所有的 這個林鄭偉 對香港人 就是犯罪 你犯的罪質 一定要追查到底 對 而且現在瘟疫一來 突然間被失蹤 被跳樓 被跳海 都少了 證明香港 是有第二套人在做事 是的 我朋友說 找了一個暗室團 是的 或者是一些 反正非香港系統的人 是專門處理這些 和香港警證單位是國開的 警證單位只不過是默許 只不過是因應辦事 總之他只能夠說三個字 他全部都說三個字 不可以 他只需要答三個字 警察 不可以 是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麼多人被自失 沒有一個家長出來說話 那全部都做了全套的封口 這些全部都是大陸那套 大陸那套就是 你一個人出事 有一個人出事 可能有幾十個人抱著你 還有你連大陸的親戚都威脅了 是的 家人 還有一定給一筆很大筆的錢 來安撫口費 安撫口費 安撫口費 這樣就是一封面 威脅你 你有公開 你中立你又不行了 我又抓你回大陸 又什麼什麼 這樣威脅 然後我又給錢你 那你當時想想 當然為了我接受 人都死了 是的 為了我接受 所以這些人 這些中立一定要查到底 還有你這個林鄭呢 你走去天涯 在國內追她生氣 一定是她縱容 才可以有另一套班子在這裡做 一定要審問她 一定要審問她 不可以放過她 她對香港人 犯罪 血海深仇 血海深仇 是的 這個 現在講講講 去年由二月開始講 逃犯收歷到現在有一年了 是的 二月份 有一年了 因為她二月那時候提議 要搞一個 諮詢 搞一個二十天 諮詢 在月底的時候開始 那到今年 我們又要面對這種這樣的 那這個有人說 林鄭想希望這個 這個瘟疫來到 那麼 香港人個個就會 會經營瘟疫 那這個運動就過去了 她就想了 我猜她想創新 你一起來深仇來報 是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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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送中 反送中運動一直引起的一種 對特區政府的一種憤怒 對於中共政權這種壓迫性 覺得不能夠再容忍 是不會無疾而終的 一定不會無疾而終的 一定有後遺症 所以這個後遺症 一樣會跟著疫情 如果你得罪了那麼多香港的年輕人 你想生得很難 你又死去一條 不是 這些年輕人 他們現在才十幾二十歲 或者二十幾三十歲 是的 他們還有大半生人 要過 那大半生人 哇 哇 隨便也 四五十年以上 那你怎麼走 你中共沒有那麼聰明 那都很難捱的 是的 你中共沒有那麼聰明 你現在林鄭就依附著中共 然後你就指望自己是可以 他終於有一天就會知道自己搭錯船 搭錯車又搭錯船 好 我們今天就講武漢肺炎 對香港和中港之間的關係衝擊 講到這裡也很多謝 顏淳禹和何良茂在國港傳媒一起接車 好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